加州在3月5日的初选选票当中只列出一项加州提案 这项1号提案将授权州府发行64亿元的公债 来提供治疗床位和住屋给患有精神病症或如有毒瘾的人 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解决严重的无家可归者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县府官员表示这提案给县府设下限制 州府数据显示加州有5%的人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 而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对药物、毒品或酒类等有上瘾的问题 国家数据显示加州目前有超过18万个无家可归人士 而根据旧金山加大的一项研究发现 加州的无家可归者当中有82%经历过精神问题 有65%曾使用过毒品 面对选民的日渐不满情绪 州长纽森倡议的一号提案提出发行64亿人的公债 去针对街头露宿营地的问题和帮助无家可归人士 计划是要在相关的医疗设施中设立6800个床位 治疗有精神问题或药物上瘾的人 并提供4350个新住屋单位 给有精神问题或有上瘾问题的人 其中2350个单位将预留给退伍军人 另外一号提案也规定 县府必须从州府在精神健康服务法案给予的拨款中 花30%在住屋项目上 这包括租金补助和新住屋的建设 这项法案的钱 从加州百万富翁的税收中取得 每年有10亿元用在住屋项目上 但要是以加州18万个无家可归人士的数字来看 这提案所能协助的比例微不足道 有无家可归者权益机构就表示 还是有98%的无家可归人士 置身在这计划以外 一号提案也特别针对 有严重精神问题或药物上瘾的人 加州有很多无家可归人士 都不符合提案要帮助的人的定义中 另外一个考量的是之前提到的 县府使用在精神健康服务法案用钱的限制 有县府官员认为 县府于是有更少的钱 可以用在一些防止人们陷入无家可归的项目 或早期精神健康干预项目 然而在支持一号提案的一方也表示 提案为最有需要获得帮助的人 制定一个帮助他们的方针 因为人们目前最容易见到的问题 并不是那些在车中睡觉的无家可归人士 而是那些在行人道上扎营 在路上随意过马路 还有在路上胡乱辱骂的人 提案就是为帮助这些人而设 二手台记者欧智州的报道 这段时间是 vous提供的 当众所遥 MUSIC 扎营 weív att